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财经管理世界超级畅销理财书集 富爸爸系列富爸爸 富人的阴谋作者是 罗伯特 清奇Robert Toru Piosopi 第一部分 阴谋万恶之源 万恶之源是对金钱的热衷 还是对金钱的无知 你在学校学过多少 有关金钱的知识 你可曾想过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系 并没有交给我们多少 甚至可以说没有 关于金钱的知识 财商教育的缺乏 仅仅是教育者的一时疏忽吗 还是因为 这只是某个更大的阴谋的一部分 无论你是富有还是贫穷 是受过教育 还是目不时钉 是儿童还是成人 是退休还是在职 你都要用钱 不管你喜欢与否 承认与否 金钱对我们的世界 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教育体系中 漏掉金钱这门客 是极其残忍和不合情理的 读者评论 如果我们的国家还不能觉醒 开始承担起 将金钱教育 纳入教育体系 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的责任 我们就会像身处于即将失事的列车中那样 等待灾难的到来 凯瑟琳摩根我在佛罗里达州和俄克拉荷马州读的初中和高中 我没有接受过任何财商教育 最后不得不做了木匠和板金工人 维恩 波特改变金钱的规则 1971年 尼克松总统改变了货币的规则 在未经国会通过的情况下 他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 在缅因州米诺特岛上秘密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议上 他没有征求美国国务院或国际货币体系机构的意见 单方面做出了这个决定 尼克松总统之所以要改变货币规则 是因为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开始依靠印钞来偿还债务 债全国的疑心越来越重 对美元越来越不信任 因而开始一分不少地将美元兑换成黄金 继而掏空了美国大部分的黄金储备 当时 美国政府为了支持越南战争昂贵的军费开支 入不敷出 国库严重亏空 另外 随着经济的增长 美国也需要进口越来越多的石油 美国正一天天逼近破产边缘 我们的花费超出了我们的收入 美国付不起账了 如果还是坚持用黄金买单的话 把美元从与黄金挂钩中解脱出来 让美元不再合法地直接兑换黄金 尼克松为美国找到了一条还债的出路 1971年 由于世界货币体系发生了改变 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繁荣开始了 这次繁荣在滥发货币的过程中持续着 这些滥发的货币背后没有任何支持 除了美国纳税人为美国债务埋单的承诺 由于尼克松对货币规则的改变 通货膨胀开始了 闹剧拉开了序幕 每十年就有大量的钞票被印刷出来 美元随之贬值 物价和资产价格应升而上 由于房价的攀升 连美国的中产阶层都摇身变成了百万富翁 货币流通顺畅无阻 美国人不断收到银行寄来的信用卡 人们把自己的住所当作提款机 用来支付信用卡的账单 总之 房价会不断地上涨 事实真是这样吗 人们被贪婪的欲望和放松的信贷遮住了双眼 很多人忽略了 甚至根本看不见这个系统制造出来的可怕的后果 2007年 一个新兴词汇悄然进入了我们的词汇表 刺激借款人 它指的是靠刺激贷款购置房产的借款人 这些人原本无力购房 信用级别也较低 刚开始 人们觉得刺激借款人的问题仅仅涉及穷人 局限于那些没有理财头脑又成天梦想能拥有自己的家的笨蛋 或者这个问题仅仅涉及那些试图一夜暴富的投机者 就连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 麦凯恩在2008年年末的时候都没有把这场危机当回事 他还不断向民众保证 我们经济的根基仍然强劲 与此同时 另一个词也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日常交谈 纾困 它指的是救助正面临着与刺激借款人同样问题的超级银行 这些银行此时拒债缠身 现金不足 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 数千万的人失去了工作 住所 存款 大学基金和他们的养老金 那些暂时还没有蒙受损失的人们也在担心自己很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 甚至连一些州政府也感到拮据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 施瓦辛格已开始考虑给政府雇员发放政府借据而不是薪水支票 因为加州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正濒临破产 在2009年新年一时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一个新当选的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等待他的旧事 现金抢务贝拉克奥巴马等待他的旧事 现金抢劫1983年 我阅读了巴克敏斯特 富类的巨人之现金抢劫 Grant of Giant 一书 书名中有一个合成词 Grant 它是Gross Universe Cash Heist 全世界现金抢劫的缩写 这本书讲的是这么多世纪以来 巨富和超级强权是如何掠夺和剥削普通人的 简言之 他讲的就是富人的阴谋 巨人之现金抢劫 从几千年前的国王和皇后时代开始讲起 一直说到当代 书中解释了 超级富豪和超级强权是如何长期把持对民众的控制 书中还说明了现在的银行抢劫犯已经不再戴着面罩以眼人耳目 而是穿西装 打领带 有着傲人的学位 他们从银行内部抢劫 而非外部 当年我再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预计到这场金融危机的到来 我只是无法预计这场危机到来的确切时间 我的投资和企业之所以能在危机中屹立不到 一个原因就是我读了《巨人之现金抢劫》这本书 它使我有意识地针对这次危机进行了防备 撰写关于阴谋论书籍的作者通常都很出事 虽然思想超前 但巴克敏斯特·富勒博士却绝不是这样的人 他曾就读哈佛大学 虽然没读完 但他的事业却干得很不错 就像另一个鼎鼎大名的哈佛退学生比尔·盖茨一样 美国建筑师协会将富勒誉为全美最伟大的建筑师和设计师之一 富勒拥有大量以他名字命名的专利 他被认为是最具功勋的美国人之一 同时 他还是受人尊敬的未来主义者 在他的影响下 约翰·丹佛在歌词中说他是未来的祖父 这首歌的名字是一个人究竟可以做什么 富勒很早就是一位环保主义者 早到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之时 但是 使富勒备受尊敬的最重要的原因是 他发挥了自己天才般的智慧 使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受益 而不只是使自己变得有钱、有权势 我在读《巨人之现金抢劫》这本书之前 曾拜读过不少富勒博士的作品 他之前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关于数学和科学的 那些书大大超出我的理解能力 而这本《巨人之现金抢劫》我可以看懂 这本书中的观点印证了我的很多难以言表的怀疑 如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我渐渐明白 为什么我们不在学校教小孩子 关于金钱的知识 我也明白了 为什么我会被送往越南 去打那场根本不应该打的仗 道理简单至极 战争能够带来利益 很多时候 发动战争并非源于爱国 而仅仅是由于贪婪 我在军队待了九年 四年时间在联邦军事学院 五年时间担任海军陆战队飞行员 两次被派往越南 我完全赞同富乐博士的观点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 为什么他会将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称为资本主义看不见的军队 Capitalism by the Invisible Army 最重要的是巨人之现金抢劫 唤醒了我身体里的求知欲 我生平第一次如此想要学一门课 弄清楚富人和强权是如何剥削大众的 并且是合法的剥削 所以 从1983年开始 我陆续读了50多本有关这个话题的书籍 每读一本书 我都能找到一条通向真相的线索 而本书将会帮你将这些线索拼在一起 公布最终答案 阴谋存在吗 阴谋论现在已经不值钱了 我们都听说过各式各样的阴谋论 例如 有关于谁刺杀了林肯总统和肯尼迪总统的阴谋论 也有关于谁杀死了马丁、路德、金博士的阴谋论 还有关于911事件的阴谋论 这些阴谋理论无穷无尽 但理论终究是理论 是基于怀疑和还没有解答的问题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向你推销另一个阴谋论 我的研究证明 从古至今 富人的阴谋层出不穷 而且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阴谋 只要牵扯到厉害攸关的金钱和权利 阴谋就存在 金钱和权利总能驱使人们腐败和犯罪 比如 2008年 伯纳德、麦道夫被指控制造庞氏骗局 诈骗了500亿美元资金 被骗的这些资金不仅来自有钱人 还来自学校、慈善组织和养老基金 麦道夫曾经是受人尊敬的纳斯达克董事会主席 他其实已经很有钱了 但他却从那些非常聪明的人和信誉良好的机构那里 骗钱长达数十年 靠的就是他完赚金融市场的能力 金钱腐败与权力腐败的另一个例子就是 花费超过5亿美元来竞选美国总统 一个年薪只有40万美元的职位 如此昂贵的竞选对美国完全是无益的 这其中有阴谋吗 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的 但问题在于有又怎样 你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酿成2007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们 大多都已离开人世 只是其作品长流人间 与死去的人争论有什么意义呢 无论阴谋存在与否 但确实存在某些情况和事件 他们在以一种深远却又看不见的方式 影响着你的生活 让我们来看看财商教育吧 我曾经溢于现代教育体系中财商教育的缺失 现在的教育顶多会教孩子们如何平衡支票簿 在股市中投机 把钱存入银行和投资长期的养老计划 换句话说 他们是在教孩子把钱送给富人 而富人却只考虑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每一次 当教育者打着财商教育的招牌 请来一位银行家或金融理财师来到课堂 他们实际上是在引狼入室 我并不是说银行家和金融理财师是坏人 我只想说他们是富人和强权的代理人 他们来到课堂并不是为了教育学生 而是为了招揽未来的客户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服你把钱存进银行 或者购买共同基金 这对银行有利 对你却无异 我再一次重申 这种校园宣传并没什么不好 它对银行的经营相当有利 这和我在高中时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尝到校园来 以为美国服务为荣来吸引我们参军没有任何区别 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原因就是 大多数人根本分不清正确和错误的理财建议 也无从判断谁是正经的金融理财顾问 谁是金融骗子 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投资 他们努力求学 然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努力挣钱 纳税 买房子 存钱 然后把余下的钱一分不胜地交给了一个金融理财师 或者说金融专家 如麦道夫先生 大多数人从学校毕业时都分不清债券与股票 债务和权益有什么区别 很少有人知道优先股为什么优先 共同基金又为什么共同 或者共同基金 对冲基金 交易所交易基金和组合基金到底有什么不同 很多人以为债务是不好的 但其实债务可以使你变得富有 债务可以提高你的投资回报率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话 只有少数人知道资本利得与现金流的区别 以及他们中哪一个投资风险更高 大多数人都在盲目接受一种观念 去学校上学然后找一份好工作 但是他们却永远不知道 为什么员工要比企业家们支付更高的所得税率 今天有很多人陷入经济困境 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房子是一项资产 而实际上那却是一项实实在在的负债 这些都是最基本最简单的金融概念 但是出于某些原因 我们的学校轻易地省略了这门 获得成功人生的必修课 关于金钱的课程 1903年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创设了普通教育委员会 该委员会似乎是为了向社会提供持续稳定的雇员 永远缺钱 永远需要一份工作和就业保障的雇员 有证据表明 洛克菲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普鲁士教育体制的影响 普鲁士教育体制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生产听话的雇员和士兵 他们会忠实地执行 诸如不完成就开除或把你的钱交给我来保管 我会带你投资这样的命令 无论这是否是洛克菲勒创设普通教育委员会的初衷 但从今天的结果来看 就连那些受过良好教育 有着稳定工作的人们也在经济上缺乏安全感 如果没有受过基本的财商教育 长期的经济保障几乎是无稽之谈 2008年 数百万生于婴儿潮时期的美国人 正在以每天万人次的速度退休 这些人指望政府为他们提供经济和医疗方面的照顾 而今 很多人终于认识到 稳定的工作并不能带给他们长期的经济保障 1913年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成立了 尽管制定美国宪法的开国元勋们都反对由一个国家银行来操控货币供给 没受过正规财商教育的人们不知道的是 美联储并不是美国联邦的 也并没有储备 而且根本就不是银行 却在行使着中央银行的职责 从美联储创设一时 关于金钱就拥有两套规则 一套是写给为挣钱而工作的人们 另一套则是写给那些印钞票的富人 1971年 当尼克松总统让美元脱离金本位时 富人的阴谋就已经完成 1974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 ERISA 从而有了退休储蓄机制 401K计划 这项法案有效地迫使数百万的员工 放弃一直享有的 由雇主提供的 固定福利模式 DB的养老金方案 而必须接受固定缴款模式 DC的养老金方案 把他们的退休金 全部投入股市和共同基金 如今 华尔街一手掌控着 所有美国公民的退休金 金钱的规则被彻底改变了 并且向富人和权力严重倾斜 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繁荣开始了 而在2009年 这个繁荣破灭了 读者评论我记得 当我们的货币不再以黄金为支持时 通胀开始变得疯狂 当时我只有十几岁 并且有了第一份工作 我需要自己挣钱来买生活必需品 金价飞涨 而父母的薪水却没涨 大人们成天讨论着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们觉得 我们的经济体系会就此衰落 这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 而如今 我们看到了 考得Snell 我能做什么我已经说过 富人的阴谋 蕴含两套关于金钱的法则 旧的金钱规则 和新的金钱规则 一套是为富人设计的 另一套则是留给普通人的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 最发愁的就是那些 仅遵旧的金钱规则的人 如果你想对自己的未来更有把握 那么你必须要懂得 这套新的金钱规则 八条金钱新规则 本书将让你了解这些规则 并教会你 如何让这些新规则 为你所用 先看看下面这两个例子 以对比金钱的旧规则 和新规则 旧规则 存前1971年以后 美元便不再是金钱 而是一种通货 这点我在父爸爸提高你的财商一书中写过 其结果便是 存钱的人成了受损失的人 美国政府允许美国 以比存款增速还快的速度 印发钞票 当银行家们在狂喊富利的好处时 却没有一并告知民众 通胀也是在以富利计算的 或者说 在现在的危机中 以富利计算的通缩 通胀和通缩均源于政府和银行 试图通过凭空印钞和放贷来操控经济 所谓凭空 确切地说 就是美元并没有任何的价值支撑 除了美国的十足信用担保 多少年来 全世界的人们都深信 美国国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 多少年来 储蓄者们尽职尽责地购买美国国债 并认为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从2009年年初开始 美国国债的利率已经不足3% 对我而言 这就等于世界上有太多滥发的货币 存钱就等于损失 而且 在2009年 美国国债很可能是所有投资中 风险最高的 如果你不明白 我为什么这么说 不用着急 大多数人都不明白为什么 这也正是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 财商教育已缺失的 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接下来 我会就金钱 债券和债务等话题 进行详尽的讲解 绝不像你高中学的经济学课那样 无论如何 你都应该知道 曾经最安全的投资 美国国债 现在成了最危险的投资 新规则 花钱 别存现在 大多数人都在花大量的时间 去学习如何挣钱 他们求学 是为了得到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 然后尽可能把多年工作赚的钱存起来 在新规则中 知道如何花钱 比只知道挣钱和存钱更重要 换句话说 会聪明的花钱的人 永远比精明的存钱的人更成功 当然 我所说的花钱 指的是投资或者把钱 换成价值持久的资产 富人们懂得 在今天的经济里 把钱藏在床垫下 是不可能变得富有的 更别提把钱存银行了 他们知道 通向财富的秘籍是投资 投资能带来现金流充裕的资产 今天 你必须知道怎么把钱花在能保值的资产上 保值资产不仅能带来收入 还能根据通胀进行调整 是价值上调 而不是下调 本书接下来将会更详细地阐述这一点 旧规则 多样化投资旧规则中的多样化投资 要你各买一些股票 债券和共同基金 但是 当股市重挫30%的时候 多样化投资并不能保护投资者的资金 免受损失 我惊讶于那些歌颂多样化投资 被称作投资大师的人们 在股市大跌时 却开始大喊 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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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多样化投资能够保护你 那为什么又要在接近市场敌股时 突然把投资都卖掉 正如沃伦 巴菲特所说 广泛的多样化投资 只适合于那些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投资者 最终 多样化投资 顶多是一个零和游戏 如果你平均地进行分散投资 当一个资产组合行情下跌时 另一个可能上涨 你在一个地方遭受的损失 在另一个地方又补了回来 综合来看 你其实并没有获得收益 你的收益是停滞的 但同时 通货膨胀 本书将会详细介绍的一个话题 却正在大步前进 放弃多样化投资 聪明的投资者会选择有重点的专门化投资 他们会去了解所投资的种类 探究和调查某个行业或公司的业绩比同行好的原因 举例来说 同样是投资房地产 有的人会专门投资未开发的土地 有的人会投资公寓大楼 虽然都是投资房地产 他们投资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商业类别 在买股票时 我会选择可以获得稳定分红现金流的公司 举例来说 现在 我正在对一些经营输油管道的公司进行投资 在2008年股市暴跌以后 这些公司的股票市值遭重创 这使得现金流分红的价值突现 换句话说 市场不好的时候 往往能为投资者提供极大的机遇 如果你知道应该去投资什么的话 聪明的投资者 懂得投资一个能适应经济起伏波动的行业 或投资能带来充裕现金流的资产 这比投资一个包含股票 债券和共同基金的多样化投资组合要好得多 因为 多样化的投资组合在市场崩盘时 同样难逃厄运 新规则 控制和集中投资 不要分散投资 掌控自己的钱并集中你的投资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 我的投资也受到了一些冲击 但我的财富毫发未损 因为我的财富并不因市值的波动 又称资本利得而起伏 我基本上都是在为现金流而投资 比如说 当油价下跌时 我的现金流下降了一点 但我的财富还是牢固的 每季度我仍然能收到寄来的支票 尽管石油股的价格 资本利得均有所下降 但我并不担心 因为我仍然能从我的投资中获得现金流 我并不需要为了出售股票 以实现利润而担心 我在房地产上的大部分投资也是一样 我投资于房地产的现金流 也就是说 我每月都能收到支票 被动收入 房地产投资中受到损失的人都是投资房地产的资本利得 亦称速买速卖 换句话说 由于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资本利得投资 他们指望自己的股票和房屋的价格能上涨 这导致他们在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 小的时候 父爸爸会带着他的儿子 还有我一块一遍又一遍地玩大富翁 在游戏中 我学会了现金流和资本利得的区别 比如说 如果我拥有一块土地 并在这块土地上盖了一间绿房子 我便能获得每月十美元的租金 如果我在这块土地上盖了三幢房子 我便可以获得每月五十美元的租金 我的终极目标是 能在这块土地上盖一家红色的酒店 想要在大富翁中获胜 你就必须投资现金流 而非资本利得 我在九岁的时候 明白了现金流和资本利得的区别 是我的父爸爸教会我最重要的一课 换句话说 财商教育可以像游戏一样简单有趣 同时又可以为一代又一代人 提供财务保障 即使是在金融危机中 现在我并不需要就业保障 因为我有了财务保障 财务保障和财务恐慌的不同 与资本利得和现金流的不同相似 但问题是 投资现金流需要的财商比投资资本利得更高 如何更聪明地投资现金流 本书将为你提供详细的讲解 但是现在你只需要记住一点 在金融危机中投资现金流更容易 所以不要把投卖在沙子里 而错失一个良好的机遇 危机持续的时间越久 有些人就会变得越有钱 我希望你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今天 新规则之一就是 集中你的注意力和金钱 而不是分散 集中投资于现金流 而不是资本利得很有必要 因为只要懂得如何掌控现金流 你的资本利得就会随之上升 财务保障也会上升 你甚至可以由此致富 这是大富翁游戏 教给我们的基本财商教育 而我的财商教育游戏 现金流游戏 则是现实版的大富翁 这些新规则 如学习花钱 而不是存钱 集中投资 而非分散 只是本书众多概念中的两个 这两的新规则 还会在以后的章节中 更详细地阐述 本书将会使你更清楚地认识到 你对自己的金融前景的控制力 如果你受到了正确的财商教育的话 我们的教育体制辜负了几百万人 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有证据表明 我们的金融体系 已经对你和其他人设下了阴谋 但这种阴谋 已经成为古老的历史 现在 你掌控着自己的未来 是时候对自己进行教育了 教会自己金钱的新规则 这么一来 你将掌握自己的命运 并且掌管着新规则下金钱游戏的钥匙 读者评论我相信 大多数读者都在找寻解决问题的先单 因为这正是当今美国社会的思维定势 社会上充斥着获得及时满足的渴望 我认为你做得很好 让人们知道这并不是一本魔法书 在探讨金钱的新规则时 你重塑了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 你写得太棒了 Ed Cardiff 我的承诺 在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改变了货币规则之后 钱的问题一下子变得非常混乱 对于最诚实的人们来说 有关钱的一切并没有多大意义 事实上 你越诚实 越努力工作 这些新规则对你来说就越没有用 比如说 新规则允许富人给自己印钞票 但如果你也这么做 就会被送进监狱 罪名是伪造货币罪 在本书里 我将向你讲述 我是怎么给自己印钱的 合法地印钱 给自己印钞票是真正的有钱人最大的秘密之一 我对你的承诺是 我会竭尽全力使我的解释尽可能地简单易懂 我会尽可能地使用日常生活用语来解释复杂的金融术语 举例来说 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就是 被称为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工具 沃伦 巴菲特曾经将金融衍生品比喻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他的比喻如今成为了现实 金融衍生品的确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撂倒了 但是 知道金融衍生品到底是什么玩意的人 却少之又少 简单地说 我用橙子和橙汁的例子来解释金融衍生品 橙汁就是橙子的一个衍生品 就像汽油是石油的衍生品 又或像鸡蛋是鸡的衍生品一样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买一所房子 那么房屋抵押贷款就是你和你买的房子的衍生品 我们陷入金融危机的一大原因就是 全世界的银行家们都在不停地从衍生品中创造新的衍生品 接着在创造新的衍生品 这些新式的金融衍生品有着各种新奇的名字 如债务抵押证券 高收益公司债券 又称 垃圾债券 信用违约掉期 在这本书中 我将尽可能用日常生活用语来定义这些金融词汇 要记住 金融行业的一个目标就是迷惑人们 多层次的金融衍生品几乎就是最高级的合法欺诈 这就像是一个人用一张信用卡给另一张信用卡还钱 用现有的房屋融资再获得新贷款 为信用卡还钱 然后再继续刷信用卡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沃伦 巴菲特要将金融衍生品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多层次的金融衍生品正在摧毁着整个世界的银行体系 就像信用卡和房产抵押贷款正在摧毁着众多家庭一样 信用卡 货币 债务抵押证券 垃圾债券和抵押贷款 它们都是衍生品 只是有着不同的名字罢了 2007年 当房屋衍生品的价格开始下跌时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开始大喊纾困 而纾困就是富人要普通纳税人为他们的错误或欺诈来买单 我的研究表明 纾困是富人阴谋的重要部分 我坚信 富爸爸穷爸爸之所以能成为史上最畅销的个人金融手册 原因之一就是我始终将金融术语进行简化 同样 在这本书里我也会尽我所能 一位智者曾经说过 简单就是天才 为了使事情简单明了 我将不会进行繁琐和复杂的解释 我会以现实生活中的故事 而不是专业的解释 来阐明我的观点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更深入的细节 我可以为你列一张书单 这些书会将话题阐述得更加深入 比如 富乐博士的《巨人之现金抢劫》就是一本好书 简单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很多人就是靠将金钱问题说的既复杂 又使人迷惑 进而从中获利的 把你弄糊涂了 自然就好从你这里挣钱了 所以 我再问一遍 对金钱的热衷是万恶之源吗 我说不是 把人们困在对金钱无知的暗层里 才更加邪恶 当人们不知道 金钱是如何运作时 邪恶便产生了 让民众对金融无知 恰恰是富人阴谋的最核心部分 读者评论我曾就读于沃顿商学院 但我却要惭愧地说 在我的商学院课程中没有哪门课 将财富的创造阐述得如此清晰 每个人从高中起 就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甚至是罗伯特所有的书 第一部分 阴谋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一章 奥巴马真能就是吗 好 好 好 小